本期内容非常骚脑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呢 那就试试吧 话说有这么一个东西 速度快到了光速的8% 每秒24000公里 是啊 不是2400 是24000 我上一个视频居然把它说错了 挑战不成反而反彻 不应该啊 不应该啊 所以我就把它隐藏掉了 好 咱们继续啊 你闭上眼睛来想象一下这个速度 两秒不到就能绕赤道一圈 16秒不到就能登上月球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到底是谁这么快呢 一颗位于银河系中心的恒星了 当科学家们把望远镜 对着我们所在的星系的中心 穿透重重迷雾之后 他们看到了一堆有趣的东西 准确说是一堆比闪电翔 还要跑得快的恒星 每秒24000公里 在这儿呢 就是个普通的成绩而已 于是他又带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在银河系的中心呢 必然存在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他用它巨大的引力场 捕获了这些被称作是S行星的 年轻恒星 并摔着他们陪着自己一起玩 好吧 别以为你是黑洞 我就逮不到你啊 就在刚刚人类通过 世界世界望远镜 把他的真面目给拍下来了 人马座 哎 哎 他原来长这个样子啊 嗯 你这个坏东西 躲在银河系中心 可要少干点坏事啊 哎 不过问题来了啊 第一 黑洞他本身既不发光 甚至还要吃掉所有的光 我们怎么能拍出他的照片呢 哎 第二 世界世界望远镜究竟是个什么货 竟然能够强大到连黑洞都躲不过他 而且再是第二次没躲过了啊 上次那个M87的黑洞的照片呢 也是由他拍出来的 好 咱们今天呢 就简单来聊一聊啊 首先黑洞的特征 我就不再多讲了啊 我们之所以能够拍出他呢 第一 拍出来的根本就不是本尊啊 注意不是本尊 而是围绕着他旋转的炙热的等离子体 这些等离子体啊 位于黑洞周围的吸击盘里面 也就是被黑洞的强大引力捕获 围绕着黑洞旋转 随时会掉进黑洞去喂养他的尘埃和气体 等物质组成的圆盘了 他们之所以会发光 是因为其运行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大概就是光速的几分之一吧 呃 所以碰撞也就超剧烈 自然气温度就上升到了数百万摄氏度 能够发光的程度了 好吧 即使能发光但不管是M87还是人马座A 都离我们极其遥远 咋看呢 诶 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 想要看到他呢 基本上就等于想要从地球的表面上 看到一个位于月球表面上的甜甜圈 可见 世间世界望远镜真的是一台超级厉害的望远镜啊 诶 等等啊 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台 而是很多台 是由很多台遍布全球的色点天然望远镜 所组成的望远镜望络了 利用一种称为超长极限干涉的车辆法 用1.3毫米波长的无线电波来成像的 诶是不是听起来很复杂 好 那我就帮你来拆解拆解啊 先看一台射电望远镜是如何成像的 我们可以把遥远的恒星或者是任何信号源 想象成一个落入水面的石子儿 它所激起的水波呢 就是其发出的电磁波了 诶 记住一点啊 光其实就是电磁波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只是把光这个称呼换成了更为准确的电磁波 叠加在一起之后呢 形成了建设型干涉 使信号达到了峰值 就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亮点 而只要稍微偏离一点点啊 就会出现有的电磁波先到 有的电磁波后到 就既有建设性干涉 也有破坏性干涉了 于是信号变弱 亮点变暗 直到任何信号都接受不到了 那就说明啊 望远镜的方向呢 已经彻底离开信号源的位置了嘛 这其实非常像我们用黑白胶卷来拍摄照片啊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张黑白照片呢 都是由很多明暗程度不一的小点所组成的 只要这些小点足够的小 我们就能够忽略它们看到更为清晰的图像了嘛 这就是分辨率 在射电望远镜这儿呢 叫做角分辨率 它意味着我们刚才说的 转过一点点角度后 所能看到的两处点的区别有多大 但是很可惜啊 黑洞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 而且实在是太小了 于是就成了把天线转过去 哎 能看到它了 但是再转一点点呢 要么就根本看不出变化 要么就直接转过去 啥也看不到了 哎 很简单啊 是因为一台射电望远镜 受限于其天线口径的大小 最小的角分辨率 可能都已经是跨过了整个黑洞的直径了的 就像大王补小鱼 怎么抖得住呢 根据计算啊 除非咱们有一台地球直径那么大的射电望远镜 才有可能对M87和人马座A成像 但这显然不可能嘛 不过呢 考虑到射电望远镜的成像原理 干涩嘛 极端的情况下 我只要在南极和北极架两个天线 同时对准信号源 他们说反射的信号不是一样 也能够产生干涩嘛 等于是虚拟出了一个地球直径的射电望远镜出来 唯一不同的是啊 咱们不太可能去太空中建一个信号接收器 取而代之 是将这两台射电望远镜各自收集到的干涉信号 通过某种算法叠加在一起之后呢 来形成一个最终的图像 哎 这便是超长极限干涉测量法了 通过在地球表面相距甚远的地方 不设很多对这样的望远镜 并精确记录他们接收到的信号 哎 其中当然还包括时间和位置等信息 之后再叠加计算 我们便有了这样的黑洞照片了 是的啊 它实际上呢是计算出来 而不是拍摄出来的 虽然有可能偏离了黑洞真实的模样 但是却包含着最为真实的测量数据 这些啊 远比一张照片看起来有价值的多嘛